今天我們要做一個很大的改變 我們要讓尼爾斷奶 你們可能已經知道尼爾最近蠻兩歲 Happy birthday dear Mia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們很驚訝Cursey會餵奶餵到現在 Yeah 我本來的打算不是這樣 開始餵奶之後我才發現 我對這件事情蠻重視的 加上WHO的建議餵母奶可以餵到超過兩歲 我覺得我很幸運 就是從他出生到現在都是蠻順利的餵奶 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這個經驗 對嗎 所以我是很開心可以做到這樣 我覺得不管是養分或是安撫 或是跟我的親密的時間 都是非常大的幫助 是無價 對 然後尤其是小孩生病啊 或是不舒服什麼的時候 就是 黏著你 就真的很需要 這樣他會非常的放心 也比較容易睡覺 對 所以這個是我們一直以來 就是蠻依靠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自己覺得我到了一個 嗯 覺得OK 對 就是 有點想要自己的自由 然後睡覺的時候他也會一直喝奶 對嗎 就一定有很多媽媽都有這個經驗 只是可能不是每個人都會講出來 因為你跟小孩一起睡 然後又餵母奶一定會發生了 但是睡眠品質不是很好啦 我最近覺得有點累 每個人決定停的時間都不一樣 有人說小孩會自己停 有人說就是要用各種方式 每個人的做法都不一樣 對嗎 所以我覺得就是要看自己的小孩 還有自己的家庭的計畫 或是想法什麼的來決定嗎 對嗎 總之我們今天就是要做這件事情 對呀 終於 我一直在有點拖時間 因為我很不期待 我知道會非常困難 捨不得 捨不得加Mia也不想 就是 就是我覺得如果讓他決定的話 可能還要很久的時間 我希望可以盡量讓他知道 這個是他在成長的一個 好的事情 讓他知道你長大了 是很好很棒這樣 希望我們這幾天可以讓他習慣 我們會盡量找一些好玩的活動 可以讓他不要一直專心在這件事情 我不是一下子就停了 我已經慢慢的減少 我減少到 我不能再說服他減少 所以我覺得不會太突然 但是我已經沒有辦法再減少 我只好完全跟他說沒有了 你是不是有點緊張 對這件事 我非常緊張 我可以看得到 好 我真的 這也是安撫我自己 這樣 Mia最近很喜歡power control 哦 呀 台灣翻譯是汪汪隊 呀 他真的很瘋汪汪隊 這個 的概念就是 我聽說有一些爸媽 外國的爸媽 就是如果小孩要停止吸奶嘴 他們會跟他們說有一個fairy來了 然後 有 就有各種方式 但是大概的概念是這個fairy要帶走你的奶嘴 然後他會給你新的東西 禮物 就是是長大 你是big girl big boy的禮物 所以我想說我也可以用類似的方式斷奶 國外有很多fairy tooth fairy 這一次我想說跟他講說 就是這個fairy說不能再喝奶 但是你長大了 所以你可以用很可愛的杯子 Paw Patrol 你睡覺的時候 你不能喝奶 但是你可以包他 就是Paw Patrol的rubble 這個是他去別人家很喜歡喝的一個優格的飲料 以前我都不會買 但是我想說他那麼喜歡 不能喝奶 但可以喝這個 然後吃飯 因為你長大了 你可以吃飯不用喝奶 所以感覺是有的邏輯性 對 是沒錯 不是亂給 沒有我要跟他講這些 等一下會跟他講 好 希望他可以大概 懂 嗨 嗨 我給你驚訝 什麼 Paw Patrol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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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愛 有的 有的 你喜歡這個 了 你那些 你來的 你會給這些 那些 我告訴你 你很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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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多 fet女孩 所以鬼跑完的妹妹 祂说她很有emia 你写上機没 不及年明 我就喜欢小子 喝水 你可以喝水 和水 和水 和肉 一晚 我们一起去选择的家庭 在一家旅餐吃的地方 在稳定地在家的家庭 后来要从一个厨房的工作 和变成小节奏 和孩子们可以玩安法 在家庭的地方 嗯 左邊上右邊 右邊上右邊 右邊上左邊 右邊上右邊 左邊上右邊 左邊上右邊 右邊上右邊 右邊上右邊 你喜歡水嗎 是的 是的 哇 寶寶寶 Mia had so much fun that she didn't want to go home at the end 所以這一段就是最難 然後就是我想要讓她知道我懂她的感覺 然後所以我跟她說 Oh I know it's hard 然後她就說 Yeah it's hard to say goodbye 然後後來我抱著Mia讓她睡 Mia在我身上哭 Kia在床上哭 就真的很難 但是昨天晚上從吃晚餐開始 Mia就很期待一件事情 就是她今天要跟朋友去湖邊玩 我們為了讓Mia分心 然後有一些可以期待的事情 想說可以安排一些比較好玩的活動 然後今天就是去 約Mia的朋友 對 所以她一直很期待 小孩還是有好幾段這種事情 對嗎 就是 借奶 或是不然就是借奶瓶啊 或是奶醉 去上學 上學啊 或是分離焦慮症 對啊 就有蠻多很難的地方 現在只是第一關而已 對 真的 Mia was so tired she fell asleep just as we got to the lake so after a short nap we got out and had lunch with friends before heading into the water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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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這個 它太冷了 所以這幾天我們都在幫蜜亞借奶 我覺得酸吃有進步 當然 剛一十幾天是蠻痛苦的 因為它會要求會吵 但是目前為止慢慢好轉 因為她願意讓我陪她睡 以前是不可能的 我前一次抱她睡著 大概是她三四個月的時候 沒那麼久啦 但是對真的很久了 我覺得比我想的滿一點 我以為可能三天就差不多了 但是沒有 就是她還是會穩 然後她還是會不太想要睡覺 因為她知道沒有 然後她想要有 但是我覺得大概一兩個禮拜後 應該會好很多 我個人還是很支持 就是味道 媽媽或是小孩不想喝為止 為了可以比較簡單的跟她解釋 我就是跟她說 只有寶寶喝奶 你長大了 所以接下來你可能不能再喝喔 我不知道台灣人 是怎麼解決這件事情 因為應該有一些文化差異吧 對嗎? 就是怎麼處理這些都是看 身邊的人是怎麼做的 當然如果是一開始就有品味 或是偶爾品味的話 這件事情會簡單很多 對嗎? 就不會有那麼激烈的那個感情 其實一開始我們 品味的時候是一半一半 你負責的時候是輕微 我負責的時候是品味 但是她自然會選擇她喜歡的方式 所以她就知道可以輕微 她就一點都不想要品味 我覺得這是我們那時候 品味失敗的原因 其實我們就是在台灣生小孩 然後醫院啊什麼的 他們會一直提母奶嘛 然後給你一些資訊啊 然後就是可能海報上面 都會說我們很支持為母奶 對嗎? 實際操作起來並沒有 有可能有一部分是因為 我們在疫情當下生了 所以他們比較想要我們 媽媽跟小孩分開 對 我們很堅持我們才有達到 我們的那個母嬰同時 另外一個我在台灣遇到的是 就是有一個醫生 我還是很喜歡她 但是可能有一些意見不合 滅了大概18個月 我們去看就是感冒之類的 然後她發現她還在喝奶 她就說真的差不多要停了 就是然後就是給一些她的想法 然後我就覺得 以我自己看英文的網站的資訊 或是WHO之類的 就是現在好像比較多人說 就是餵到不想再餵啊 或是餵到兩歲以上啊什麼的 就是不會說什麼18個月 真的應該要停這樣 當然 但是台灣有一個做得很好的地方 真的不要講 對,步入室我真的是 I don't know 沒話說真的太好了 因為那邊的步入室真的很舒服 都有很文心的布置啊 然後他們有一個一個房間可以補入 還有一個地方可以換鳥布 反正這只是我剛好遇到的經驗 你們也可以分享你的經驗 那謝謝你們看今天的影片 記得按讚留言還有訂閱 下次見 Bye